我叫洪雪 我是一名插画师 我之前一直从事插画 时尚插画的工作 有大概二十多年 在这个过程中 也慢慢地对这种东西方跨界的美学感兴趣 所以现在也做很多的 关于东方和西方艺术的一些审美的研究 和一些艺术创作的探索 胡老师 你好 咱们补的那个拼图到了 对 您看这次补的还挺好 咱们放在哪 就放在这边 本书大家的喜欢 都放在这了 这衍生品整个就放在这 做衍生品这件事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设计师 都做设计 那做设计呢 其实以前是做这种很大规模的批量化的设计 有没有可能说我们用这种工艺的方法 但是呢我们做一些更有生命力的 有改变的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到的东西 我觉得我跟洪老师一起我们在进行这个策划的时候我们在考虑说如何把这种画面背后的艺术家的生活能够介绍给大家 我觉得在当下展览不只是展览作品 我们如何去一起把艺术家内心的世界他经历的东西他所感受到的东西能够共享给大家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那我们就把这个艺术家他画的一些抽象艺术 我们就把这些画呢是做成了饰品呀耳环呀冰箱贴呀包括家居品靠垫啊 这样呢艺术就通过这种设计能够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生活里的链接 因为我们可能以前经常要去除差世界各地 然后去看那些好的设计 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古堡里边呀 然后他们的一些壁纸啊瓷器呀 上面的一些文样其实都是非常 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东方的一些文样 那因为我从小在北京长大 那这个北海呀鱼科园呀这些文样都是我非常熟悉的 那我就会觉得有一种很似曾相识的感觉 东学西见 西学东见会有很多的影响 我就开始去重新思考 我以前就很喜欢胡同 因为我在胡同里长大 天空中有歌哨的那样的一种生活吧 我觉得四季应该是不同的 夏天就可以去浩海呀 可以去胡城河里去游泳 冬天的时候就可以滑冰 然后可以堆雪人 所以呢我们之前就把工作室搬到了这个胡同里边 有的时候自己在想一个创意和想法的时候 然后打开窗呢就看见有一只小猫在对面的房上睡觉 就是突然觉得好像自己被带入了另外一个视线 所以呢我们就把家呢就搬回到了二环里的这个胡同里 找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段 喝茶这件事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 然后大家也就经常去进行的一件事 那我们通过自己的触觉呀 通过自己对温度的感知啊 也可以感受到这种艺术的存在 那在这个过程里呢慢慢审美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我觉得东方的这种审美呢 它其实很多时候是非常去适合和滋养一个人的状态的 它能够让你在一个安静的状态下激动 那这种激动可能并不是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下 是保持一种很清醒的觉知去感受周围的世界 琪琪从窑里边出来的时候 它就带着自己的颜色或者呢是你一个碗 它随着时间的这个使用呢 它会开片会变化 那可能中国的画呢 它也是时间性的 它不是一览无遗的 它是要随着你的卷轴打开 然后慢慢呢 它是一点一点展开在你眼前的 哈喽哈喽快来快来 哈喽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哈喽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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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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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哈喽 哈喽那一个绵于桃 你抱起来 我直接专入了 Strong again 这个是从云南带回来的 一个丝肠的红肠 葡萄 你们直接人肉来了 你好好专业 你好好专业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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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这是什么这么可爱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小兔鸡 太可爱了 就很想做一个 有点偏东方的这样的一种聚会形式 同时呢我们因为在看古画的时候 发现其实古人特别会玩 那可能大家知道的这个王羲之的这个蓝亭旭 它就是一个雅琪活动 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 写下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 那东方的这种文方文化呢 就是我们几个好朋友 大家坐在一起 离得很新 我们一起画画画 看看画 在一起喝喝茶 品品香 那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对现实的一种生活的一个处理 然后每周呢 按节气我们来聚会一次 之前想的呢 是每个节气是两周嘛 那它会每一个节气都会有不同的 这样的三后 这三后呢 是意识悟口的一个变化 可以可见的自然的变化 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主题 一个下午茶啊 聚会啊 这样的一个聚会主题 那慢慢就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种 雅琪的一种形式 那大家每个星期呢 都会坐在一起 来体验这样的一两个小时的 这样的一个跟天地相合 又很促膝 常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我们今天画一个小兔子用比比较多的 在洪雪老师这儿画画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画画 它实际上是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 感觉到我可以慢慢地从自己的工作啊 生活中抽离出来了 四五年了 应该有四五年了 对的 因为我也很喜欢中国传统的文化 虽然我在心上是一个法国人 但是呢就是在中西方文化的这种碰撞中 长在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中 你不觉得它哪里有很打动你或者特别的地方 但是当你去看了外面的世界 然后你反观回来的话 你会觉得哇很美啊 一个是从他的画里能感觉到那种 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还有这个传统的这种绘画的热爱 和享受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原因 那现在呢我想它如果是一件一辈子的事 甚至我觉得对我的学员朋友们来说 他们可能是他们生活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那我觉得这件事不着急 他可能能干几十年 甚至他们的孩子 有可能还继续把这种形式延续下去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